毛茸茸的 那种小鸡 还有经过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会跑会跳的 羽毛还没有丰富的 那个小鸡 还有更大一点的 然后变成公鸡母鸡 那这个 最简单 最简单的 就是刚刚生下来的那个小鸡 那个鸡一生下来就会跑 就会走路了 它跟人不一样 它是一生下来就会走 那这种小鸡 刚生下来的小鸡 奇怪哦 都是黄色的 以后它长大变黑的 也是小的时候也是黄的 但是长大以后就变了 好 现在我们呢 最简单的小鸡的画法 是用两个圈 用两个圈 那个 鸡腐画出来的时候才在鸡蛋里面 所以它被鸡蛋都绑住了 所以它一腐画的时候 那个样子像鸡蛋 像鸡蛋 像鸡蛋 鸡蛋呢 这一边有一个磨 有一个磨 你们知道它头在哪一边 在这边 头在右边 头在右边 左边 有些说左边 有些说右边 不会搞不清楚 但是呢 原则上 以这个鸡蛋为主啊 这个 我们把它画一个 这个啊 表示什么呢 如果这个鸡 符画出来的鸡 你以什么角度看 你如果在 上面看过去 那这个 这两个交叉点呢 这个点就在这里 如果 你看到的鸡 是 比较正的 比较正的 那我们再画这条鸡 然后这一条 横的线就会比较高 对不对 我们比较 这个是比较高的地方 扛下去 这个比较低的地方 扛下去 好 如果这样子的话 鸡的 头在这里 它的 翅膀呢 一个在这里 一个在这里 这个比较小 这个比较大 因为这个比较大嘛 一个小 一个大 这样子 然后脚呢 在这里 它长出来的脚 在这里 嘴巴 在这里 它的基本构造 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呢 画最简单的小鸡 你们回去 可以自己 试试看 画最简单的小鸡 一个圆圈 然后这边 前面又有一个圆圈 两个圆圈 两个圆圈 这个最简单的 所以刚扶下来的 什么 什么 什么轮廓也 也没有了 然后呢 它一定有一个 小腿 脚嘛 脚一定有腿 脚一定有腿 那头呢 头一定有嘴巴 不要换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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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的技术 没有老师一般也不换笔 老师当然不用换笔 老师当然不用换笔 老师那两个圆圈的末 要怎么换笔 老师那两个圆圈的末 老师那两个圆圈的末 就是笔用蛋末 然后沾一点浓末在笔尖上面 就绕一圈了 绕一圈就这样子 老师的手 没假的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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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不是很简单 画两个圆圈 这个小记忆 通常这个时候 这个末会云开 会 那两个圆圈 对那你就用 你就用纸啊 按一下 用卫生纸 卫生纸的吸墨 效果最好 他就不再晕了 他等干了之后呢 等干了之后呢 点眼睛 点一下 这个点的晕过去 好 点来会晕 赶快 把它吸掉 这样 好吸啊 这个最大的鸡 刚刚出来 那这个就是鸡啦 小鸡啦 所以这个 简单的很简单 两个圈 老师那另外一边的眼睛 要画一点点出来吗 不用 看不到 看不到 因为看不到 看不到 那这样就很可爱啦 就画两个圈 然后再一个 黄花的下面 诶 因为它很小嘛 那个翅膀没有画 可是这样看起来 好像有翅膀的感觉 诶对 因为我这个墨啊 这边变成两边有墨 这样的感觉 那如果说 你要画翅膀的话 要画翅膀的话 不是去画翅膀 而是点一下 这边呢 点一下 那边 点一下 这样子 它就晕开的 晕开的 那个就是翅膀 因为翅膀的末端 非羽毛 点个黑的 就这样子 好 那 那这个就不用画稿了 这个你们回去 自己再试试看 你们回去 就画两个圈 画两个圈 画两个圈呢 不好画 不容易 我们拿鸡蛋起来看 拿鸡蛋起来看 那个 这支小鸡是刚孵出来的 刚孵出来的 对 刚孵出来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么 你要画两个圈 那边也不是说 随便画两个圈 方向 我现在 再画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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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把它 分成四分之一的话